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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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为钱包不是DID 域名也不是DID 然后现在的各类协议 以及说是开发的一些综合产品 他们也不属于DID 也不是完整的DID 然后呢就是说是针对DID一些特殊的应用场景 跟这个性能的需求 现有的所有的供链 我几乎都进行过一些测试 跟这些相关的记录性的一些 算是一些探索 都不一定说是能够满足 我们所理解的DID应用场景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些钱包 基本上我所有身边问过 WebR的朋友跟用户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用 或者是怎么进行WebState 然后再加上现在 WebState的一些金融属性非常重 就导致说是存在基本 用户不是去为用产品而去用产品 而是说是存在去为了赚钱而去用产品 所以存在很多的投机的行为 然后的话真正打开WebState流量的产品 也是不可能去实现 存在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就提出了我们的设想 基于现有的成熟的一些DID的协议 我们进行了一个改进更扩容 然后为了说是能够满足 DID协议相关的所有数据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自己写了一条垂直的供链 来满足这个链上 及链下存储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除了之外的话 为了说是能够第一时间处达到C单用户 我们特意开发了移动端 是我们的一个轻烂级的一个节点 同时为了说确保用户 能够保护他自己的一些隐私数据 所以的话移动端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存在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由于我创始人本人的话 是这个14年就进入AI传业了 然后再加上DID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赛道 就是说是后期的话 我会把这些年在AI发展积累的数字生命 类似的一些元素吧 加入到这个DID的基建当中 然后整个事情 我们DID这边 可以说是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数据容器跟设施 里面的话会有一些相关的协议 再加上一些基建设施 可以南国为 可以南国为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的 右边画的这么一块 我们这边DID的话 是包含了域名 各种钱包 列上行为 冰片 出席证明 以及所有能够正常访问的DID的话 是可以全部内容我们这边 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原因是我们借鉴了过去移动互联网 成功的一些商业模式 经验底层逻辑 所以的话 确保我们的这个方案 是可以有最大一个成功 因为在我认为 所有的成功 在底层逻辑上 它是可以去复制的 并且 穿业这个事情 成本跟风险非常高 所以的话我们尽可能去遵循 已经成功的一些规则 跟公式 然后就现在我们分析了 大概 几十类 这个 现在已经有了DID的项目协议 以及这个 目前全球已经上线的 大概 100多个基金项目吧 我全部都看过 看了之后呢 最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分类 是我们是属于这个应用性集成 嗯 然后的话是2B跟2C的话是同时处达 然后这个整个web3的隐私保护 以及数据收入权的话 我们是全部集成 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项目定位的话 是非常清晰 是把这个金融化的程度是降到了最低 来确保我们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 呃 那具体我们做的什么 那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DID的一个协议 把现有的资产钱包 以及说是世界世界资产的进行一个 充分化的一个定义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的话 就是我们专门去为了实现这么一个事情 而做了一个垂直的供电 以及数据以及隐私相关模块的一个 技术开发 然后面向这个项目方的话 我们就是提供一个API服务 同时的话 呃我们网络的话 也是是一个半中心化的网络 呃所以的话我们的网络的话 也是在会在全球的节点去分布 呃然后这段的话 呃是就是面向普通的web用户了 用web用户习惯的方式去进入web三世界 然后面向开发开发者的话 因为嗯 在我们的构想当中 任何一个deb的话 他都需要一个DID容器去进行 呃任何数据跟业务上的呃集成 跟产品上的构建 所以的话在我们这边 项目方通过我们这边API去开发 呃这个一个DEF的话 呃时间成本至少是呃 比基于一台版 呃基于BnC 或者说基于Slonal的话 是至少可以降低50%以上的 开发成本的时间 呃所以的话 就是我们就统成干为 呃就统成干说为 我们的DID 呃实际上就是 相关模块的一个有机整体 然后的话是可以实现 最小化场景的一个闭环 呃在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一致认为 呃现在去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 呃就像这句话 就是说让8匹马 拉的现在的基础设施去跑 不如直接发明的燃机 呃当前呢 呃就是我们看到的 市场上的DID的项目 还有就是说场景的话 我们认为它现在 只属于诺基亚这么一个时代 而我们的产品是真正的iPhone的时代 才能够说是完备的基建设施 再加上低门卡的体验的话 才能够真正打开web的流量 呃然后在我们的 呃因为我们是基建项目 所以的话在呃在我们生态当中的话 我们正确了两个基级版的原则 就是这个token设计的话 是要最大程度上确保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 还有风险的控制 所以的话我们一共是设计的一个多token的模型 呃这个模型的话是在前几年的话 就是我们已经是呃缺点好的了 这个不是说是呃至于现有的一些 呃某些这个思想才才呃呃这么设计 呃尤其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在我们这个token当中的话 呃他所设计的一类型的话是这个非证券类 呃是非证券类的一个通用资产 就是类似于3525 就是类似于一个通用资产 然后的话每个人的话他都有一个生态 token 就是类似于呃最近wordcoin发布的一个呃 呃这份token干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至于说是证券类资产的话 呃后续我们会根据市场的一个情况的话 呃去发行相应的一个token 然后在整个经济系统当中的话 尽可能确保他的流通的稳定 所以我们会接入usdt 呃以及说是我们自由的一个稳定币 确保整个呃网络当中的一个支付 呃然后在这个经济模型上面的话 呃因为我们是这个是互联网科技公司 呃但是同时我们遵循web3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就是这个开放贡献共享 所以说我们在我们整一个生态网络当中 所有的节点他说一分配的话 是通过正的合约自动去生配呃自动去分配 呃自动去分配 然后的话呃至于说是任何一个呃组织 或者项目办的话 他也是通过呃他已经有的DIT身份的话 去进行整个生态当中参与的呃 呃营收的一个分配 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实际上就是去为了回避挖矿这种机制的存在 给我们的生态给我们的基点设施 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 然后呢刚提到就是我们的项目的话 是不发行类似EDH类似的一个token 那不需要这种机制 呃我们只只打造一个长期稳定 呃就是一个生态呃供奸供奸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然后呃市场市场的话就是我我所看到的呃 呃这个现实现实世界资产通证呃通证呃 呃通证的话至少是10万亿美金以上吧 然后这个沃宝网用户的话大家都呃 呃众接着反正几十亿人 然后第一阶段我们上线之后的话是可以直接有现金流 现金流的话主要是两个部分吧 第一个是域民的收入呃 呃每个域民一美金起售的话呃 假如说是呃十万人有一万人买的话 那至少也是有一两万美金一个收入 然后其中有一个权益资产权益资产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证券类的一个资产呃 呃主要是面向在系统当中后续一些权益和服务 然后关于API的话我们这边呃 呃因为没有挖款手机制 所以的话这个付费的话这个是后续有用户他自己使用的话 还有项目方他自己使用的话去付费 然后存储的话呃我们这边参照参照的也是这个呃 呃1.5美金呃5个GB存储空间呃 呃呃每月这么一个呃大概的一个机制 呃就目前测试下来这是大概一个一个概算吧 呃呃有100万用户的时候 或者说50万用户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项目的整个现金流 以及说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开支 然后就整个事情的话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竞争 呃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呃总结下来就是这么四个要素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基础壁垒 我们所有的代码的话是呃 全部是自主研发 呃至少说是在某个周期内的话是不会开源 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我创始人的唯一性 呃这个是我了解过很多项目产品 以及说是夜里跟很多朋友交流过 呃也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认可 呃第三个的话就是说是我们整个项目 它是一个基础设施项目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组合任何一个基础设施模块 然后打造出新的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香港的价值观 呃就是说是这个到团队的那会儿 呃到团队的那一页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知 呃就是我们走的路线的话是基础长青 然后的话风控制永远在第一位 然后开发计划 呃开发计划的话就是这个第一阶段的话 呃进一期会上线 上线之后的话呃我们的整个主网协议人格证明 以及说是iOS 国内部的话会全部会发布 呃接下来之后的话运计计划的 这个是发布之后吧 会借助现在有的一些资源各社群 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啊引爆点 一些就是啊营销类的一些措施 可以快速的去积累第一波融资用户 呃然后就是融资计划 这一块的话由于整个项目开发都市比较长 呃所以我是拆分车两个阶段 如果说是上线之前啊融资计划的话 呃大概是在三百三百到一千万美金 呃上线之后发布的话 因为成因为项目一定有了现金流 有有的现金流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造学 可以可以可以自己生存 然后的话计划就是说是啊 A轮之后的话可能是金额要高一点 然后整个项目股份的话是有百分之百说个人所有 然后呃目前项目所对接的市场的话是海外市场 中国大陆的话是独立的市场跟股权 呃然后最后呃说说团队吧 呃我个人的话是13年进入AR传业 但是也是这个呃选择的是呃这个呃 这个呃就是这个呃聊天机器人 呃就很类似于现在的切的GPT这样的赛道跟产品 呃但是做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17年的时候呃这个整个AI传业就暂停 然后团队解散 从此之后的话我就进入了独立研发这么一个阶段 呃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朋友想加入我这边团队 但是我依然只保持一个原则 就是说是从0到1这个死亡股 我自己来承担呃 呃从1到N之后呃 呃这个整个项目我相信会吸吸引很多跟我价值观一致的呃 呃交换加入 呃然后最后再介绍一下一个子项目吧 呃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基建项目 呃就是为了去呃确保呃整个项目的可持可持续性 所以的话就是我们单独把这个数据过模块的话拆分出来 呃这个也是我个人认为在整个web数据时代的话 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呃就是我们呃重新打造的一个一个web数据的一个分布式数据库 专门去解决链下存储数据读写 呃还有就是中高频文档读写这么一个呃这么一些这样的问题 呃也是到时候会有一个会面向一个Z端的一个产品 呃好的谢谢大家 我在见到那么多 ini别哟了 钱 1 i 2 9